成家班,绿圈中是卢慧光,以成龙为首的成家班,被誉为武行里的飞虎队,他成立于1979年,曾创下了无数影坛神话,七次荣获香港金像奖,成功地推动了香港功夫电影的进程,可惜30多年来,成家班一直被成龙的光芒所笼罩,他们的血与泪痛与伤都淹没,在观众对成龙功夫电影一片的叫好声中, 由于他们长期藏于幕后,所以很多成员并不为人所熟知,今天一场情书不妨来拜一位拳脚功夫远胜成龙,却一直追随成龙,堪称成龙的左膀右臂,到头来却被成龙炒,由于导致生活艰难,无事可做,无人问津,仅靠打散功度日的悲情英雄,他的名字叫做卢慧光,相信看过成龙电影,看过八九年代的动作电影的朋友,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, 他于1959年出生,是一名泰国华侨,他是1984年至1991年香港泰拳,比赛七连关选手,他的记录至今无人能破,1985年一个偶然机会,受邀拍摄了徐克指导的电影《打工皇帝》,从而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于是在打拳的同时,开始揭拍电影, 1986年,经朋友介绍加入成龙的威和影业,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电影生涯,他随悦而安的性格和高超的格斗本领,在威和一般演员中脱颖而出,于是成龙力邀奇进入成家班,成为成家班的固定班底,更是成龙的死党,兼私生保镖,之后二十多年来里,一直追随成龙,几乎参演了成龙的所有电影, 荧幕上,两人经常是死对头而隐秘下,卢慧光却全心全意地替成龙处理成家班的大小事物,最权二中,卢慧光大战一字,马说起卢慧光的经典作品,不得不提1994年成龙主演的最权二,剧中卢慧光的一字,马堪称既经四座,甚至可以说是成家班的绝技,也是成家班实力和创造力的完美体现, 赤子威龙里,卢慧光和于荣光,倪星撬腿,而里还有一部电影,就是李连杰主演的《给爸爸的信》,有名赤子威龙剧中最精彩的片段,莫过于卢慧光和于荣光,倪星三人联合攻击李连杰,而三人同时撬腿,而里的画面绝对是话语影片中的经典镜头之一,有港媒报道称,当年成龙将吃剩的河粪,给卢慧光俗话说,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,2009年9月,卢慧龙却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,自己被炒,由于这个消息令他非常震惊,为此他向成龙追问理由,成龙则指表示这是公司董事,及秘书林凤娇等人,商议后的决定,无故被炒也就打了,还拿不到相应的赔偿金,据悉按照香港劳工法律计算,卢慧光当时月薪25000元,被炒掉后应该可以拿到50万的长期付款, 服务金扣除强基金的雇主公款,起码仍可拿到30万元,但是成龙的公司,却只给了卢慧光10万,事件经媒体报道后闹得沸沸扬扬,香港一周刊甚至刊出,承家班大控诉成龙无良,林凤娇刻薄地报道,而卢慧光更直斥成龙,是无良不主过和差桥,对兄弟无情无义,并且表示,人在做天在看, 我想天见的这件事也会流眼泪,30年就换来这10万,卢慧光和前妻两个儿子被炒后,50岁的卢慧光,虽然肯做肯挨又打的,但一时半会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只靠做三公度日,甚至黎度沦落到要靠朋友接紧,更要命的是,他在被炒前与亚解亚军,知名主持人,演员前妻, 黎叔贤离婚,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,如今被炒,堪称是人才两空,所以被香港媒体调侃,是双师穷爸爸,因为经济结局,一直以来爱打扮的卢慧光,很长一段时间,不敢买新衣服,平时吃饭只能去最便宜的饭馆,颠便宜的菜品,甚至有媒体拍到他因为没钱,带两个儿子出去游玩,只能到香港一个公园里,玩领消费的党秋千, 所谓已将成名万古枯,陈龙之所以拥有今天的成就,除了他个人的努力拼不外,成家般功不可目,但是人们却只将鲜花和掌声